嗨 大家好 今天丁丁机又要给小朋友们介绍新朋友了 你们认出他们是谁了吗 是的 他们就是睡衣小英雄 蒙面睡衣小队 白天是普通的小孩 但是每当夜幕降临 他们披上睡衣戴上面具之后 就会变成超级英雄哦 让我们看看 这是谁 对了 他是睡衣小子康诺 他头上戴着猫咪面罩 服装上的胸口处也有猫咪的图案呢 康诺变身后会成为猫小子 拥有猫的能力 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也能够像小猫咪一样 爬树爬墙 同时猫小子还有顺风儿的技能哦 这个技能非常棒 能够在很远的地方 就听到坏人的说话声音 做好充分的准备 再来看看这位睡衣小英雄是谁 哈 原来是葛瑞 葛瑞一到晚上就会变身飞壁侠 飞壁侠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能够在墙壁上行走 停留 就如同壁虎 而且飞壁侠的力气非常的大 一般的坏人和他比力气的话 是自讨苦吃 男孩子们一定都希望自己的力气像飞壁侠一样大吧 哎 三位睡衣小英雄 还有一位猫头鹰女怎么没有现身呢 哦 小朋友们 这次猫头鹰女有任务 在下一期里 他就能和我们会合 和小朋友们见面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过 我们一起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见面礼 瞧 小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特别选的金银奶油黏土蛋糕 现在 我和飞壁侠 要给大家做一些美味可口的蛋糕送给你们哦 猫小子 猫头鹰女不在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把蛋糕搞砸 我们尽力吧 飞壁侠 看看盒子里有些什么工具 把它们都拿出来 哇哦 我们得到很多的工具呢 有紫色 黄色 粉色的 奶油黏土 一个绿色的杯子蛋糕模具 一个霉红色的扇形蛋糕模具 一个粉色长方形蛋糕模具 这里还有一个小袋子 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 哦 是一些装饰蛋糕的小纸片 这里还有奶油的裱花嘴 这个是大口的 这个是小口的 还有一包彩色的小糖豆呢 一根可爱的蓝色糖果棒 一对闪亮的蝴蝶翅膀 这么多材料 看来我们的蛋糕一定能做得非常漂亮 那让我猫小子先来做一个黄色的奶油蛋糕 打开黄色奶油的密封口 我想给它装上一个大口的裱花嘴 围着蛋糕模具的边缘先挤上一圈 接着在中间继续挤上奶油 虽然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奶油蛋糕 修准修准 脉相还是不差的 现在我再给它加上可爱的大眼睛 和一个开心大笑的嘴巴 再戴上一个生日帽子 前面装饰上小旗子 哈 我的黄色精灵奶油蛋糕成功了 那让我飞碧霞再用紫色的奶油粘土 做出紫色的精灵蛋糕吧 我想选用小一点的奶油裱花嘴 嗯 挤出来的紫色奶油可真漂亮 再交叉挤上一些黄色的奶油 这样两种颜色的奶油蛋糕 就把侧面搞定了 再来给蛋糕的上面 加上一些漂亮的奶油花 这个奶油花是不是有点像精灵卷须的紫色头发呢 嗯 看起来效果真不错 再给它加上一对漂亮的精灵翅膀吧 这是紫色精灵蛋糕的眼睛 嘴巴 再在表面上点缀上彩色糖豆 嗯 我的可爱紫色精灵蛋糕也成功做好了 太棒了 飞碧霞 现在我们一起来用粉色奶油粘土 做第三个蛋糕 挤上粉色的奶油粘土 猫小子 我再来挤一点紫色的吧 它们看起来也很搭哦 不错的主意飞碧霞 这样还有一点健便的效果呢 再给侧面的蛋糕也加上奶油 完成 再把蓝色的糖棒剪成两段 插到蛋糕上做装饰 给蛋糕精灵加上眼睛 两个可爱的精灵耳朵 嘴巴 再插上气球装饰 侧面上还可以装饰上漂亮的糖豆 太棒了 我们三个可爱的精灵蛋糕就都做好了 小朋友们 希望你们喜欢水衣小英雄送给你们的精灵蛋糕礼物 是的 以后我们会带更多更好玩的玩具和快乐给你们的 小朋友们再见 搜索叮叮鸡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叮叮鸡爱玩具